这里是越南第三大城市 海凡市的博物馆 我的导游是一位曾在台湾留学四年的越南女生 是真的吗 你看这里有说明 是不是真的呀 没写啊 它只写这个乌龟的名字而已 没有说是真的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以前这个环境 湾龟死掉的一个都也是把它做成标本的 对啊 可能是它说1977年 死掉的 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 没有就是这个 这个乌龟一定在1977年就来到这个 就来到这个招单馆 对对对对 这一开始里面是 鱼吗 鱼鲜来一下 鲤鱼 这个你看李家第三地龙瑞太平四年照 这块装这上面都是中文字 陈泰通宝 后面那个通宝一发音肯定是一样的 通宝 对 你发音我听那个通宝 前面的 这个是大写的字母是 然后通宝你发音通宝 也是通宝吗 通宝 这个100元 哪个一包 你看一百元 这还有汉字吗 这也是一银元 这上面不是有中文字吗 你看 齐定八年 这边有写就是1288年 这是你认识吗 汉字 认识其中的一些 其中的一些就是什么 前最简面的那个怎么念的 维恒是清灾准许 如果你在台湾读书的话 你也是认凡题字的 对对 但是有很多字还是看不太读 你要看很多中国人过来 也很多字不认识 因为这是古代的一些字 我觉得也可以这么想到 没有想到啊 比如说炸椰子啊 可能就用这些东西 就是清建的五千年以前了 哦 五千年历史的 对对对 这个上面 就是画了这个战争的场面 上面有汉字吗 你看 在这个博物馆里 最大的发现 应该是这个大战藤江的陶瓷 在越南人心中 大战藤江的意义非常重大 它被视为越南 自此脱离中华统治的 一场标志性的胜利 这里的藤江指的就是白藤江 白藤江是越南北部的一条江 为太平江的一条支流 在海藩市水源县境内注入夏农湾 在这条宽度约为40公里的河流上 古代中原王朝对越南三次用兵 军告失败 最为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白藤江之战 安史之乱之后 大唐王朝陷入了方正割据 越南地区设立了近海军截渡史 事实上也处于割据状态 唐朝灭亡之后 中原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 时任近海军截渡史的杨廷义 奉朱温的后梁为正统 名义上臣服于后梁 公元938年 杨廷义被部将焦公县所杀 焦公县自封为近海军截渡史 杨廷义的旅婿吴全 从爱州起兵为岳父报仇 吴全兵多事大 焦公县就像割据两管的南汉皇帝 牛岩求援 牛岩正好一直想吞并近海军 就命儿子刘宏为近海军截渡史 封焦网 领水军前晚 而此时吴全已抢先攻破大罗城 也就是现在的河内 杀死焦公县 得知南汉军将要到达 就在白藤江口射服 在江底打入削尖的木桩 士兵埋伏在两岸的丛林里 南汉水军到达时 吴全先派兵前去迎战 假装不敌退入江口 南汉军船只趁着大潮追击进入白藤江 战至下午开始退潮 南汉军大船被河底木桩阻拦 进退不得 两岸埋伏的士兵趁机杀出 南汉军大败 一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 至此南汉再也无力讨伐 吴全乘势称王定都古罗城 越南通史称 吴全社官职至朝夷定服社 石称吴朝 从此脱离了中原王朝独立建国 越南人把吴全和这次白藤江之战大输特殊 认为是结束越南一千多年北蜀时期 独立自主建国的史诗级事件 其实从实质上来讲 只是一次藩政割据势力之间争地盘的战争 而且当时中原王朝对越南的征服 更多是一种帝国权威的体现 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当时两管都是牛方犯人的荒满之地 更别说遥远的越南 越南虽然也是物产丰富 但以当时的生产技术和运输条件 大规模开发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中原统治者的眼里 焦州除了进贡一些好玩的奇特之物外 没有任何价值 例如 唐朝初年 安南都护府每年向朝廷纳贡 胶布石端 冰南两千颗 鱼皮二十张 满舌胆二十枚 脆毛二十核 朝廷对越南的管理 除了赤史及一些幕僚是汉人之外 大部分基层官吏都是本地人 除了留犯的犯人之外 也没有汉人移民 这也是焦州地区从汉武帝开始到五代十国 一千多年归属中原王朝 但并没有被汉化的原因 第二次白藤江之战 发生在公元980年 宋太宗得知黎桓创位 以福利丁玄复位为名义 下令侯仁宝率陆军出雍州 刘成率水军出广州 立即发兵讨伐黎桓 试图水陆夹击 黎桓引兵退至智能江 前使向侯仁宝献诈祥书 侯仁宝中计不以违背 于是黎桓夜袭宋军军营 击溃宋军侯仁宝仁宝战死 黎桓在宋军退兵之后 试图与宋朝重新修好外交关系 黎桓前使向宋朝朝贡 遣还俘虏 善表谢罪 宋朝最终于987年 承认了黎桓的统治地位 经过两次白藤江之战 自此之后 越南从中原王朝直辖之地 变成了藩属国 名义上臣服 事实上已经独立 第三次白藤江之战 指的是元朝军队与越南成朝 于1288年发生的战役 元朝两次讨伐越南成朝 均遭失败 于是忽必烈决定策划第三次入侵 1288年 元朝占领了生农 但由于越南军民的反抗 元军在军事上没有多大进展 由于粮草接应不及时 且天气酷热 托欢与布江山翼 焚毁生龙决定撤军回国 以乌马尔等人 率水军 沿白藤江撤军 托欢自己 则沿杨撤退回国 陈军主帅陈国骏 得知元军即将撤退 下令在白藤江中插下 削尖的木桩 以待援军的进入 并在周围埋下了伏兵 乌马尔到达社福区时 许多战船被木桩撞成 埋伏了成军 趁机将解燃的木材 置向援军大船上 同时驾小舟 袭军援军 在成军的袭军下 原水军大败 全军覆没 乌马尔等人被俘 白藤江似乎成了中国水师的山心地 而越南自然将其视为圣地 耗费巨资 建设了白藤江战役 遗迹保护区 专门开辟旅游路线 以便各个年龄段 各阶层的人都能接受所谓的教育 这战以白藤江之战 为题材的越南版画 无完全打贼汉 作为中国人看来 总会引起极度不适 实际上很多越南人不知道的是 越南成朝帝王 甚至安南与中原王朝的体量 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 从前圣祭一时的高沟黎 尽管在军事方面 未曾让水坛两个中央帝国 逃得丝毫便宜 但仍然招架不住 和他们车轮战术的拼杀消耗 最终南逃 国王逐灭的厄运 同历代 那些战胜中原王朝 就立马赔效求和的 安南君主先辈一样 精明的人中 也在第三次蒙越战争结束的 同年十月 激浅 渡天去 初始原庭 新秋 依照潜力进贡 战场上没有得到的 现在人家谈判桌上 主动认怂 在场败祭的袁世祖 此时 除了苦笑接受这个结局 也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越南自此 与中原王朝渐行渐远 虽然后来明朝 曾短暂收复过越南 但越南的独立知识 已经无法改变 至于在未来 越南有没有可能重归中华版图 这个事情不好说 民族独立 是一波历史潮流 民族融合 说不定也会成为一段时间的潮流 在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当下 在军事 科技 经济文化等领域 强者通吃 强者恒强的局面将会出现 许多弱小国家在国际竞争中 完全散失竞争力 每宽愈下 将会积极融入大国 换取现实利益 我个人预计 未来的一百年内 将会有三分之一的弱国小国会消失 他们主动融入大国 以求能让人民获得更广泛的资源 和更安定的环境 很多事情 我们现在可能无法想象 比如主权和领土大于一切 民族自觉高于一切等思想 似乎没有退让的空间 但真到了那个时候 因为主流思想和文化的转变 大家都会觉得理所当然 这种大融合 不就是所谓的人类大同吗